做公務工程這麼多年 這個城市裡面的大大小小工程都出自我們的手 見到市民又都安心 我自己亦都感到驕傲 同樣地,我也都見證過不少危險狀況 一不小心,不單止公有會受傷 就連市民都會受影響 這兩種情況,我最不想見到 設計,我們不可以欣派得慢 我們這行個個都要追進到 一定不可以貪一時之快,最終出意外 人又受傷,用的時間又長了 所以,我們作為業主很應該投放資源 去保障工地人員的安全 減少工地的意外 當我老婆和兒子在家睡覺的時候 我就出去工作 你問我有沒有怨言,當然沒有 跟我一起工作一班手足,有誰不是這樣 可能你會說,阿Sir,操縱事都不輪到你做 有不少工程,好像去分區維修水管 我都會親自下去看看 我曾經試過要排入兩米直徑的水管裡工作 要走百多二百米遠 工作固然辛苦 但這個城市可以安居樂業 都是有了一班背後默默付出的人 很榮幸可以成為當中一份子 要成就一個安全工地文化 需要全體人員去努力 就好像這個牛頓擺一樣 一早不動 沒有互動的牛頓擺 就算再有系統都沒有意思 所以我們需要進步升級 全部人都要互相配合 要有溝通和互動 先可以養育出好的工地安全文化 每個崗位發放的力量 會一個一個地傳下去 相互帶動地合作 為工地安全出力 為社會建設 推動文化這個升級重任 就要倚靠大家了